朋友们大家好 这几天脱了 脱了几天啊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那天喝完之后 不是很舒服 这几天的状态一直就是 迷迷糊糊 整个人就是像在沉溺中的状态 就是一直要睡觉啊 打不起精神啊 没力气啊 不知道是怎么了 很难受 吃东西也吃不下 大家有看到我觉得 从湖北到这边来 感觉我自己瘦了 前两天放假的话 我把小家伙接在我这里住 然后 这两天送回去了 因为 我自己就是感觉身体 不知道怎么生病的一样的 她早上要送她上幼儿园呢 要接她呀 有点忽不上 想了很久 想了很久 我觉得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 本来我想着 嗯 不想浪费那点钱 哈哈 但是 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下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 我在这个 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我刚刚 起来的状态 吃东西我也吃不下 嗯 人也难受 紫色的胸口嫩 可能回来了压力有点大吧 想的也可能太多了 嗯 像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二姐估计应该也是 有一顿没一顿的 经常发消息就说 噢 不到翻译就噢 其实这样也不好 但是有时候我没办法 生活就是这样 可能 很多朋友 会觉得 像我现在这种状态 结婚那样 应该要以 那边的家为主 但是 其实我基本上 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在那边的 留在湖北 嗯 现在的话 这一次回来的话 主要是 拿着回来一趟 然后一个人开车的话 也累 就是 想着多待几天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以前 以前去湖北 待不习惯 现在到湖南来了 觉得 还不习惯 反而整个人 就是像 生 生病好像 但是又没感冒 不知道什么 什么问题 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一下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 准备面对 准备面对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现在这种状态的话 嗯 早应该要去医院 之前我有说 自己一直在吃药 但是 现在药基本上也吃完了 停了好一段时间了 我本来想 这是应该 嗯 在湖北的时候 就要去医院 但是急急忙忙啊 在杭州啊 到湖北啊 到湖南啊 所以说 这中间就是 浪费了很多时间 嗯 这一次的话 到这回来了 就是到湖南来了 我就 这两天好好的去医院 检查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总是这样扛 就也扛不住 真的 累 有时候 不知道怎么说 哇 吃东西也不想吃 不知道 嗯 这两天 我自己在家里 做了饭吃 就是炒一个菜 比如说 煮一个汤 但是吃不下 本来想着好好的 就是想着 通通过来了 我就 嗯 等着你好好的 陪他一段时间 给他放幼儿园啊 送他呀 做饭给他吃啊 嗯 身体不理所 没办法 等会收拾一下 就是 嗯 换一下衣服 稍微收拾一下 去医院看一下 很早 那我也想着就是 今天 不想拍这个的 但是很多朋友 都说 问你怎么了 把私信给我 为什么没更新呢 然后 嗯 几天都不见人了 或是什么 会有 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哥也有的 我也回了几个事情 我说 不太舒服 就没有更新 好 一个人在这边的话 就是也不知道拍什么 拍不好 嗯 我嫂子 我哥哥也打电话给我了 她说 可能也有 我有发消息给他们了 还是怎么 也看到我这几天没有更新视频 嗯 我嫂子主动发消息给我 她说 嗯 没有想拍什么 你就叫我 就带上她一起 她帮我拍就可以了 其实也都挺好的 对我也挺好的 但是我自己这个人 身体不舒服 达不起精神来 没那个状态 就是 对的话也不说了 赶紧收拾一下 准备去医院 看一下 嗯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该面对就得 该面对 该面对就得面对 是不是 说话都难受 那好了 那我去 换一下衣服